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劉駕 歡迎跟清晨東的頻道 我是Alan 那今天的話呢 我一樣帶大家來到我的園子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其實 還是適合遍眼 還是有很多需要整理的 因為我沒有太多時間來整理這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有一些可能太乾 那有一些可能他已經原本就生病了 所以還是有很多要整理 就在可能之後雨季的時候比較有空 才會慢慢再整理 那今天的話題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渡夏的話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然後該做的一些準備 那我就會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講的話 跟大家來提醒一下 就是可能之後天氣開始變熱 然後雨開始變多 哪些需要注意的 相信大家看的 就是科大那邊的影片 就是那兩支影片應該都有一些些的基本的概念 因為科大它其實在渡夏的話 它是在屏東 其實天氣很熱 那它可以掌握得這麼好 它還是有一些些的訣竅 如果大家還沒有看那兩個影片的話 可以回頭去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蠻值得就是每一個人都觀看 也許我們的方法不一定是正確 但至少都是我們去嘗試 然後去討論出來的一個結果 剛好我最近聽到一個podcast 就是它有在講說就是 如果說你想要去分享一些知識的話 反而如果說你用業餘者愛好的角度去分享 反而會更好 所以也剛好是符合我自己的理念 因為我確實我也是個業餘愛好者 因為我不是在這個行業裡面很久的 那我就以我的經驗來去跟大家來分享 讓看大家能不能就是 除了會買之餘還可以種得好 因為我很希望就是我的植物給大家 或者說你們去別的地方買植物 那大家都可以過得很好 也可以穩定的度下 這個我覺得還對我來講蠻重要的 所以你說賺多賺少 我覺得也還好 那我就是以我自己的愛好 以我自己的經驗去跟大家分享 那就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進入4月了 所以說大家應該都會發現到溫度的增加 然後最近的雨也開始變多 因為在台灣來講的話 其實進入4月5月之後 就會進入像美雨季節 如果說沒有美雨的話 其實也會有像午後雷震雨這個 那像這種氣候來講的話 其實要再顧多肉其實有一點點的難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第一個 如果說你還沒有買溫度計的話 你可以去買一個溫度計 那其實現在溫度計很多 每一個品牌都不錯 那我覺得像小米的話 小米的溫度計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第一個價錢便宜 然後再來的話它可以有溫度濕度 這個都有 然後再來它可以用手機的APP去看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們還沒有買溫度計的話 這個可以去考慮一下 因為如果你有溫度計 你可以大概知道說你這邊的溫度是多少 濕度是多少 那這樣子對於如果說你要去澆水 你要去拉黑網等等之類的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參考 那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我的植物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該我會怎麼去準備渡下的一些東西 OK 首先渡下第一個的話 在我們山上 在我們山上這邊 我最需要去注意到的就是遮雨 所以這邊這一頂是我上週我才把它蓋起來的 其實這個要搭不難 當然你要有空間 那這邊裡面我都還沒有整理 因為其實這邊原本都是鹿氧的狀態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出狀況 就是它有一些狀況的 那這個遮雨的話我覺得是第一個 那當然遮雨的話 這個你的透光度還是要有 但是如果說你那邊的溫度比較高 可能你要再多拉一個黑網 那像這一個遮雨的 這個就不用拉黑網 因為它這一個棚 我搭比較久了 所以它都有一點深青苔 像本來透光度就比較沒有這麼的好 反而這樣子我去渡下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它這個塑膠比較爛 所以它有一些破洞 有時候會漏雨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植物 這個都是前一段時間 就是含肉 然後這邊其實有一些我還是會去做換盆的動作 其實像這個已經滿了 我就會把它套到大一點的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你的環境不適合換盆的話 其實這個時候我還是不建議換 那因為我這邊的話 我們的溫差還是很大 所以它還是會穩定生長 只是說之後雨季的話狀況會比較多 所以這個地方我有時候還是會去換盆 那這個就是我的漆浮繩 這個也都是前一段時間換盆的 還需要等它穩定 那渡下來講的話 我剛剛講防水是一個 再來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 等一下我也會做就是殺菌 那殺菌來講的話我覺得不一定是必要 但是你可能在一個月兩個月內 我覺得可以做一點簡單的殺菌動作 因為像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連續下了好幾天的雨 然後再來的話陽光也很大 所以我會做個殺菌的動作 那殺菌要上市面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種 該選哪一種的話其實我覺得 大家不用太去執著說你要 一定要找到什麼 什麼藥 哪一個哪一個哪一款藥 像殺菌的藥 其實我覺得對大家來講的話 容易取得我覺得最重要 因為很多人住在市區是沒有賣 沒有農藥行的可能 或者他的農藥行上面裡面的藥並不多 所以我覺得容易取得最重要 你可以跟農藥行那邊問一下說哪一個比較好 像我覺得像新農的Hulion就很好取得 然後再來的話像今天 等一下我會噴的是雅脫銘 雅脫銘的話其實也蠻容易取得的 我這邊有找到一些資料 我會把就是我找到的這些資料 把它附上去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把它截圖下來 可以去做個參考這樣子 這個也是在網路上的鄉民去整理出來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我覺得因為殺菌的藥來講的話 有時候你太頻繁去使用 會有一個抗藥性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們在陽台的話 你可能一個月或者雨前雨後 稍微噴一下做個殺菌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如果說 進入夏天的話 上個影片我們就有去提到說 要注意的地方當然就是在控水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有注意到自己的 環境的天氣的話 其實最近的日夜溫差都還是有 就是可能白天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還有到可能有到30 31 32都有 但是入夜之後可能只有25 或者24 23 其實像這樣的環境下 多肉植物它的生長還是會持續生長 那到什麼時候需要注意呢 我覺得你可以觀察一下就是你的夜溫 晚上的溫度如果說你之後開始飆到27 28 29 30 這個時候你就要稍微去注意到讓水 讓你澆水的量再更少一點點 因為你如果說在日夜溫差 晚上還是這麼悶熱的情況下 多如它植物吸水的率會很低 這個時候你給太多水 它如果說水沒有吸收掉 它一直悶在盆內 它這樣子它隔天就會變成 水還在殘留在裡面 這樣子就很容易爛根 所以如果說你要去控水的話 就是到了夏天你注意到夜晚的溫度 它還是很高的話 這個時候水量一定要少 然後梅雨季節的話一直在下雨 其實空氣中濕度也很高 所以這個的話大家就要去注意到給水的部分 那上個影片柯大安他有分享到 就是它是用手拿去秤重量 大概知道說這個盆裡面是乾還是濕的 如果說大家沒有辦法這樣掌控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用可能像磅秤 去秤一下說你澆水之後 跟乾的狀態是什麼樣子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這邊植物的狀況 其實目前看起來都還不錯 因為最近的話我們這邊雖然說有下雨 但是其實陽光紫外線來講的話都還是很強 但是以最近我自己在這邊的話 我會比較像柯大這樣子 我會是讓它大乾大濕的狀態 因為像這邊有一些是我從血盤裡面換出來的 那有一些的話是寒肉 那有一些就是我把它像這種都是可能一兩個禮拜前我把它換在這邊 我想要讓它根系漂亮的話 還是會一次給它很濕 那再來就是可能隔個10天 一個禮拜左右再給水一次 但是這個只限在我這邊的狀況 因為像我這邊的溫度來講的話 白天可能比較熱的狀況下可能會到27 28 但是入夜之後基本上基本上都只有20度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的溫差還是很大 那多肉植物還是在很舒服的狀況下 所以它這個時候我們這邊的根系還是會長 持續的生長 也許會慢一點點 但是我的根系還是可以長得很漂亮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時候做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如果說在你們那邊溫差已經開始變小 天氣也開始變悶熱的話 你們就盡量不要再做這個動作 那其實度下潛的準備的話 在現在4月 在現在4月的話 你們還是會持續生長 但是生長的速度慢一點 你會發現說現在 生長跟你的耗葉可能是剛好是成對比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你可以稍微的把水量稍微減少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可能進入5月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再去做個控水的動作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溫度計這個大家可以去買來去做個參考一下 像這邊的話就是我的鹿羊區 其實鹿羊區這邊的話 最近我也會開始去整理 然後有一些的話大部分我都會把它放到棚內 因為之後我們山上這邊的雨季 其實有時候一下就是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一個月甚至兩個月都有 所以如果說在它這裡一直淋雨一直淋雨的話 我這邊的狀況多少一定都還是會死一些 但是以目前來講的話 它看起來的植物的狀況都還是不錯 所以淋雨的話 我覺得這個如果大家可以去避免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會有人問到說拉黑網 那我就以柯大它講的那個方式來講的話 柯大說如果說它的白天溫度大概10點11點 就已經超過30 31 32 這個時候它就會拉個黑網 一方面來講的話其實還是有一些植物 它可能接受植外線的強度會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如果說你手邊有養一些就是可能像井類的 井類像玉碟井然後像魯絲十連井或者說什麼井類的 它的耐曬程度會差一點 像這一顆的話就是魯絲十連井 我會建議你像這種的話你就先把它移到比較閃光處 要不然它很容易在之後植外線比較強的陽光下會曬傷 這個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要拉黑網 我覺得最近這幾天應該還算不用 但是如果說進入到5月的話 溫度開始增加很多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你可能稍微拉一下黑網會比較好 那當然拉黑網之後你的顏色變綠 然後稍微有點土長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情況 大家也不用太去灰心 OK那今天影片就比較簡短的分享 因為時間不多這幾天也比較忙 因為像下禮拜的話就交通部長他又來 我們愛里山風景管理處這邊做視察 所以還是要去準備一些東西給他們 然後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 最近的市集的一些行程好了 就是在4月應該是23、23、24吧 在高雄又會再辦一場市集 它是由愛縣會主辦的 它的地點會是在柯公館 這一場我會參加 然後後面的話目前沒有排市集 原本6月2號3號 6月3號吧 6月3號我是會去新竹的浮想 不過因為剛好又卡到就是 阿館處那邊的愛里山風景管理處他們的活動 所以我就先把浮想的取消 不過也蠻巧的就是阿館處 愛里山風景管理處這一次他們辦的活動是在新竹 一樣是新竹 那日期我記得應該是5月20號吧 5月20號2122 總共3天 3天的話我會到新竹的巨城 欸那是巨城嗎?還是Tiger City我也忘了 反正還是會到新竹去 所以我知道我有很多客人都是新竹 也很多朋友都是新竹 他們也很期望我們去 那這一次5月的話 5月20我們確定會去新竹 但是因為它是愛里山風景管理處辦的活動 所以我會把兩個品牌帶去 青田弄跟劉駕花園都帶去 那多肉來講的話 因為那時候也進入5月 進入比較夏天的狀態 其實多肉應該不會帶太多 但是我會再提早準備 就是準備一些植物狀況很好的 然後可能比較小棚的 大家比較好渡下的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新竹見囉 應該蠻多北部的朋友很期待吧 那ok 今天就簡短的跟大家分享這一些 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我想說如果說 之後我有想到更多 我整理更多資料的話 我再來去跟大家分享 那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說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說大家對於有一些想要了解的話題的話 都歡迎私訊給我們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